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差别 所谓都还有一点 一手上 这样都听得到 好 那我们刚才在信息当中提到的 四大明咒 事无上咒 事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 苦真实不虚 咒里面第一个是什么 四大明咒 事无上咒 事无等等咒 对 虽然这个里面就是少了一个 对 真实的话 这个里面有五个咒 好 四大明咒 事无上咒 事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咒 这个后面就是加了一个咒 这个少了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咒 本身就是 很多人不知道咒是什么意思 咒就是能改变我们思想的一个能力者 其实它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能力者 它不是说我们嘴巴里面念出来的这个不是咒 虽然这个星期当中讲的咒的意思说 它讲到就是五道 知道吧 五道 那我们刚好现在学习五道 五道的话 第一个是自两道 第二个是夹行道 三是剑道 事是修道 五是无学道 那你看这个当中讲的说 第一个是四大明咒 是自两道 四大神咒 是夹行道 四五上咒 是剑道 四五等等咒 是修道 能处一切咒 是无学道 你看 接着讲什么 接地 接地 波罗 接地 波罗 身接地 菩提 撒波合 那就是前面讲的五咒是梵文 梵文就是第一个 五咒讲完之后接着讲说 你们一定要走在这种的道 接地是第一个是这两道 接地虽然是我们藏尾的话 嘎地 嘎地也是直接放在藏尾的 因放在藏尾的 嘎地 那么中文里面写就是接地 知道吧 那它就是劝我们说要走 要走 就是这个 那要走 走到哪里去 走到就是能处一切苦 就是这个 能处一切咒 能处一切咒的意思是什么呢 佛地是大乘五道最后的就是五血道 那大乘的五血道的话 就是它是一个佛地 你一定要走到佛地去 对 一开始走上这两道 再来走一道 加行道 加行道就是一定要见道 见道就是修道 修道最后就是走上能处一切苦 这个最后的佛地去 这样子的真实性是真实不虚吗 这是佛他自己讲的就是真实的情况 这是一切都是不是虚伪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搭配起来 前面讲的五咒 五咒就是五道的意思 前面介绍就是五咒 再来接着 你了解了这个五道之后 你们一定要走上这个五道 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好 今天我们就是这个 那如何走呢 我们再有问题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要去美国 那你要去美国的话 需要什么条件呢 要去要去 那我怎么去啊 第一个是办签证 第二个是什么 还有就是筹备了一些的金钱 买飞机票 这些都是圆满之后 你就可以到达 搭个飞机到达美国 这是真是不虚嘛 没什么问题啊 那么前面的这些的因素 具不具足 我们看有的时候没有签证的话 你过不了 那有的时候没有现金金钱的话 你也就走不了 知道吧 第二个是这两个都有 但是没有飞机飞的话 又做不了的 反正前面的因素 全部都具足了以后呢 就能够到达美国 就是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简单 那佛这个心机是大波尔经最略经 大波尔经略经 金刚经跟那个心机波尔心经 波尔心经的念还是非常广的 非常广的 那所以这个里面提到的就是说 四大明咒 四大神咒 事无善咒 事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咒 这个咒少了 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咒 能处一切苦真实不虚写掉 其实每一个 这个里面有五个咒 五个咒都是代表是无道的意思 好 那再来开始接地接地 要走要走 走在哪里 走在这两道 再来加行道 见道修道无学道 一定要到了一个佛地去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如何去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 如何去啊 其实你要走 想要走算简单的 但是如何走 那真实走的时候不一样的 那我大家讲说 很简单啊 尽量就是指咒念经啊 那就可以 可以就是我们早在什么 早上就是那个能够到什么什么去 那心里就是这种的话是比较虚的 其实我们没有知识的话你判断不了的 你学到真实的情况的时候才知道 这些都是一个虚伪的虚的知道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 那我们如何走的话 这个也是前面讲的 那你如果透过身为解脱 独觉的解脱再来入大乘道 这样的话还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直接入大乘道的话 还是又有什么样的条件 这些都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你到达解脱也好 如果要去救济念盘的话 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里面有两个 从两个角度来去分析嘛 第一个是我们到不了的 现在到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障碍 这些的障碍就是影响到你 你就是到不了解脱 或是到不了腹地 那这些的都是一定要消除 消除的话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是一定要 累积附会恶之粮 就这么一个 累积附会恶之粮的话 附会恶之粮 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现金一样的 知道吧 你要买票啊 还有吃饭啊 还有住旅馆啊 都要就是现金嘛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要去救济念盘果 还有就是解脱果的话 你也得要手上一些的 筹备这些的现金啊 这是一个腹会恶之粮 那如果没有腹会恶之粮的话 你就是想多少也到不了的 就这个 那第二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你累积附会恶之粮 你累积附会恶之粮 对自己今生来讲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就是比较重视现金的生活 老啊 今生的生活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不只是人类 还有所有的动物都是一样的想法 我对自己今生的生活来讲 有什么帮助 就是我们一定要仔细地去思维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就说 哎哟 下一辈子以后对我很有帮助 今生对我应该是这样的 累积附会恶之粮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感觉 这是非常愚蠢的 知道吧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来讲 累积附会恶之粮 这个是我们方式来讲的话 人类的道德 道德上面去思维的话 确实完全符合道理 知道吧 完全有 就是根据人类道德行善来讲的话 今生完全累积的符合恶之粮的话 完全协助于我们的道德提升 道德是什么 道德就是 那简单来 虽然是很多角度来去可以谈 简单来讲的话 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 还有很厚的 不太在意 在意不太多的 所以乐意助人 反正就是等等这些的 他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功德的时候 他就是语言也好 身体的行为上面展现出来 他的行为 哦 那个人就是 确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 那你这些每一个人的追求是什么呢 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每个人追求就是我 每个人都有啊 我现在老了现在没有 以前有拥有过吧 要求别人的沾沙 要求别人对我说什么好话 知道吧 人家说你好棒啊很厉害啊 这样的话很开心的 人家说你就是一点没有用 知道吧 这个三心的话 所以我们对我们就伤害到我们的心嘛 好 我刚才讲的 你本身你自己相续当中 具有了这样的德恨 那个善或者行为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你不追求 人家就是 偷偷是不是你面前赞叹不知道 现在人就是赞叹的时候嘴巴很紧嘛 批评的时候就是 就比较容易 但是赞叹的时候就很不容易的 人死了以后才赞叹的 知道吧 这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活生生的时候 谁都不会就是赞叹 他一旦去世了以后 每个人都仗出来说 哇哦那人很厉害 很有 那他已经死了 他在那干嘛 这样子 不论是怎么样 你自己的名声 或者你的德性 你的善良 你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形象 不管是谁都要的 知道吧 这个是世界的角度来看到 每个人都要的 那你要的东西 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追求 如果你这样的一个修行者 真实的一个修行者的话 本来就是你变成这样子的人 对吧 那第二点的话 你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 我们尽量使用佛菩萨教导的知识内容 来过我世界生活的时候 确实减轻了很多的压力 减少了内心的苦恼 当然是我们就减少了多少不一定 绝对绝对是我们现实 对现实生活来讲的话 学佛 使修士对自己来讲 今生的生活来讲 非常大的帮助 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 那从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更不用说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平常佛法 一开始讲道的时候 我们就是修处理心 这个修处理心 本身就是一直告诉我们说 不要过度去执着任何的法 知道吧 过度去过度去执着任何法的时候 它带来给你的防效果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遭遇了这么多的苦恼 怪忧愁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几乎都是来源于贪心 贪婪之心 由贪婪之心造成很多的困扰 那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 如果我们没有贪心的话 你拥有的财富 拥有的金钱是更好用的 它真是帮助到你的 如果你没有减少贪心 执着 这样的话你拥有的财富 也许伤害到你的 肯定会的 比如说我们想很多啊 我有就是这样的 我有这样的 所以你放不下 那怎么去使用 那这样的时候 心里产生很多的矛盾 真实的面貌 它彻底了解了之后 如何去处理我们适当的 确实内心有适当的方式 来去处理这些的知识存在的时候 这些的压力就没有了 所以佛确定知道 终生受苦的来源 终生受苦的原因是如何 然后他扎心就手 彻底了解之后 他以中心上的告诉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累积上法 实修上法 这样的话 你所需的都是落成 落实到你的生活当中 这是佛说的 以逻辑来推理 进得起一切的考验 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 是吧 比如说我们决定来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 内心不能减少贪心 嗔心 嫉妒等等 愚痴愚昧等等的话 其实我们内心的苦恼 无穷无尽的 永远都是这样 这样的过生活 自己来讲的话 其实伤害很大的 我们就是每天都每个礼拜的上课 你想想看多好 知道吧 就像重叠一样的 上课的时候 尽量去思维它的内容 尽自己的另一种能力 去使用它的内容 那所以这个就是用佛法的概念逻辑来 协助我的生活 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讲帮助很大的 对 就是这个 那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 在上这个地道的建立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能不能走到这个道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我要去的 该走的路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清楚了解是应该的 那所以我们现代的就是很多人 受到受骗三当 还有就是欺骗 受到等等这样的原因 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你本来就是 关于佛法的内容 不透彻的了解 不大了解 你心中对于伤宝也好 对佛法有信任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受到受骗三当 人家说什么 你认为是是什么 那这样的话就是 还是很多人就是 利用佛法的工具来欺骗众生的人 很多啊 确实不少 对啊 好 大概就这样 那再来我们就是这里 守一手 一手生的方式的差别 一手生 这个一手的话 其实和小乘跟大乘是不一样的 那小乘他们 有过他们说的话 一手的话 一手跟一手国是一样的 那一手国是什么呢 一手国就是 就像是我们的五蕴 都是一手国 对 一手国的话 它的因素 那有部跟基部的理想来讲的话 它的因素一定是 有落的上反跟恶任何一种 这个结果才叫做一手国 那大乘的看法不一样的 反正就是上恶任何一个结果的话 都是叫做一手 这个是不需要加有落的善 反正就是善也好 恶也好 所有的上恶任何一个结果 都是叫做一手 就是这个 那受一手身的方式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死地 从出地到死地之间的菩萨 他们的自己一手身的一个方式 有没有差距 一定有差距 这个是不需要入道者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每个人的受身的方式不一样 一定有差距的 好 但是他们死地的差距 一手身的差距是 他们有能力越来越增强 能力越来越好 这样的话 他们的一手身也是 他的 就是越来越 清澈就是越来越提升 就是大概就这样 好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就是只是讲讲 那第一个 因为出地者 那菩萨出地的话 投身 投身为 通知南朝布州的 左伦圣王 你看 那我们平常讲 左伦圣王 就是他完全通知南朝布州 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他有这样的一个 通知南朝布州的一个能力的话 其实他的功能很大的 知道吧 大概就是这个 那南朝布州的话 平常我们讲就是四大 四大州 四大州 四大州是什么呢 南朝布州 白居鲁州 西游豪州 都塞山州 其实这个是四州 四州是大州的 那小州有十二个州 知道吧 那所以这些都是十二个小州 那这个是我们 从须弥山角度来去分类的话 大概就是四大州 还有十二州 大概就是这围绕的 对 就是这个 好 那初地者 偷生唯一 通知南朝布州的早伦圣王 第一个 那第二地呢 二地者 偷生四州王 四州王是我刚才讲的 南朝布州 西游猴猴州 都塞山州 百居鲁州 那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真实的故事 以前在西方 闯法的一个格西 他开始当中讲 他有一番面就是开玩笑的 一番面就是他跟他们讲说 他应该讲百居鲁州吧 反正就是三州里面其中之一了 他说 百居鲁州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州里面其中之一 我有点忘记了 他反正就是 不是南朝布州 那这个州的人的身体 是疏有的 知道吧 好 那他身体本质是疏有的话 那他开始完之后呢 西方人比较喜欢问 问题 知道吧 一个是举起来说 格西拉 请问一下 好 可以问啊 他有什么问题 他有点好奇说 你刚才说 南朝和都塞圣州的 那个人的身体是疏有的 这啥奇怪啊 他说 那南朝布州没有太阳吗 他说 有啊 那他太阳就是 升起太阳来 阳光普照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会融化啊 知道吧 那格西跟他回答 怎么回答的 格西说 那我们南朝布州 人的身体不是肉吗 他说是 那太阳生气 阳光普照的时候 会腐烂吗 他说不会 营养的 知道了 那你看这个里面回答 问题在哪里 他疏有的话 他只是讲我们一般吃的疏有嘛 如果他是一个疏有的话 他确实热量高 知道吧 阳光照的话 他就会融化 慢慢融化嘛 这个事更不用说 好 那一般我们所吃的肉 你不放 你不放闭箱 放在家里 这样的话 不够一两天就腐烂了 那我们人体虽然是肉 但是一天当中过了几年 几岁 但是我们身体不会腐烂啊 他还需要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条件 比如说你割你的肉放在那里 不过两天就腐烂的 会腐烂的 这个就是佛教的概念说 我们身体 所以被心事所摄持 被心事所摄持 它就不会腐烂的 它当然是被心事啊感受啊这些的所摄持 它就不会腐烂 那我们医学科学的角度来看 他们大部分人不承许心事的人的话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就说 身体本身是细胞组成的 知道吧 每个细胞都有神秘的 如果你割下来以后 割到的这个肉是 它的里面细胞就会死了 细胞死了以后 肉就是肯定会腐烂啊 不管怎么样 它跟生命有关的 知道吧 好 它不管是什么样的肉 它割下来放在那里 它为什么腐烂 他们故意讲说 它就是细胞死了 细胞死了它就会腐烂啊 那细胞死了为什么腐烂呢 细胞有这么能力呢 细胞不是物质啊 细胞也有看得到的 那个身体或者是物质 但是主要是细胞有生命 感受心乏 总的来讲的话 被心事所摄取 被感受所摄取 所以它不会腐烂的 人我们去世的那一刻 人我们去世的那一刻 不到三天就抽胃出来 腐烂了 眼色就变了 原因是什么 被心事所摄取啊 他心远离身体的无欲的那一刻 身体就是不被心事所摄取 所以他就是 就会腐烂 那都善生州也好 新牛猴州也好 这些的人 他是身体疏有的话 他不会阳光照起来 他不会融化的 原因是什么 被心事所摄取啊 一样的 如果他一旦死的那一刻 却是阳光 让他们融化 没有错 就是这个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啊 知道吧 你学到的东西 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们试试看一下 我们过去的大成就者 佛说的这些的道理 跟他们研究的 对研究 所得到的一些的知识 确实 我们对于人类社会来讲 很大的贡献 这是可惜 大部分人不以为然 这也不能管了 大部分人没有先没有接触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也是自己运气不好 一开始接触的人 认识的人 都是神神道道的话 那你就是这样的过生活 就是我刚才讲的 受骗三大就是这个 你的知识上 精神上受骗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天天都听这个 谁谁叨叨的话 不合逻辑的话 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呢 什么都没有 不但没有帮助 反而是伤害到自己的心 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是学习 这个佛法的教育 他的知识的时候 之前讲过了 根据为本 真据为主 道理为中心 一定要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去学佛 才不会出错的 这是这个道理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阶段讲的 瘦身的方式的话 这个是没办法逻辑来推理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出地 他就是偷身于囊杖部舟 变成为早轮胜王 他有这样的偷身的能力 为什么 我们没有啊 这是能力的差距吧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火界 火界比较大的话 知道吧 火界比较大到燃量比较多的话 它飞得比较远的 燃量比较少的话 它飞得比较短 这是一个正常 那一样的 我们就是 头身上二道的话 人道也好 天道也好 这些都是燃量 就是我们的浮惠二子俩 你有多少的浮惠二子俩 就由他的艺术国 就这个 那所以 除地的偷身为通知南昭布舟的走轮胜王 第一个就是这个 那第二地的话 偷身四周王 四周王就是 他可以偷身四周的国王 反正就像国王一样的四周王 好 那再来第三 偷身三十三天 那四周 第一个 南昭布舟 第二个是四周 第三个是 投身三十三天 这些都是欲界的 欲界 所谓是欲界 他还是三界当中 一直不断地 投身三界之中 知道吧 那要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反复六道众生 投身三界之处 跟初地菩萨一上的菩萨圣者 他们 投身三界的 有没有差距呢 绝对有差别的 不一样的 我们六道众生的话 投身三界的方式 都是 业余烦恼 导致不由自主的投身 菩萨圣者 他们投身三界的方式 都是自悦的 知道吧 他自己 由于自己的发跃力 自己的发心力 就会投身 这个不一样的 自己发跃力 跟自己的 发心力 投身那里 跟 不由自主的投身 有没有差别 一定有差别 投身是一样的 但是方式不一样的 我跟你们讲 一个人 那两个人 十层楼高的 那个 地 十层那里 跳下来的 一个是自愿 跳的 一个是不自愿 人家推出来的 到那个地上是一样的 掉下来地上是一样的 方式不一样 一个人自愿 自杀 一个人就不愿 但是人家推出来的 一样的 你看我们投身三界的时候 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 我们投身欲见 作为一个人 自愿吗 不是啊 不由自主吗 业余烦恼导致 不由自主的堕落 加了一个堕落 堕落的意思说 你不自愿 还是就是业余烦恼 逼迫的 你投身到这个人间 好 那佛菩萨他们自愿的 应该是我投身那里 对众生有帮助 那里我就是 调伏的俗化经 或者是能够帮助到 这些的众生 他愿意投身到那里 不一样 所以这个事 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 那第一 三十三天也是欲见的 欲见有可以分欲见的天 跟欲见的人 还有欲见的出生 知道吧 还有地狱 平时我们所讲的 地狱什么什么 这些都是欲见 属于是欲见 色界无色界没有地狱的 地狱属于是欲见的部分 好 那我们欲见里面 你看 就由生命者来讲 比较好的就是人和天道 人和天道之外 那畜生 畜生里面包含了多少 奇兽 知道吧 那我们还是有地上爬的 天上飞的 连昆虫 血液当中的戏剧 游戏包生命的 这些都是属于是欲见的 很有趣吧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欲见的人也好 动物也好 我们看怎么去死的 被戏剧杀死的 这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不管是怎么样 我们平常讲说 其实很多的地方可以研究的 我们平常讲说 他被人家杀得好可怜 而且不正常死亡 这是我不正常死亡 那其他就是你得病了 慢慢就是死的话 我们就是正常死亡 好 被人家刺杀 或者是开枪杀死的话 我们说非死亡 正常死亡 对 非自然死亡 好 那以道理的话 中光的角度来看的话 比如说 一切都是缘起 这个概念也可以用的 知道吧 比如说你产生也是依靠 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的因素 你依靠自己而生的话 那不需要加依靠自己 靠什么不需要用的 原因是什么 你从自己方面自己生的嘛 这个是龙树 早就已经破了 他说没有自生 没有他生 没有自他共生 没有无因而生 他们的概念多精准的 这样的话 那我们不是自生 没有 不是他生 不是共生 不是五一生的话 我们怎么生的 他说 我们都是依靠其他的 除了自己之外的因素 导致所产生的 好 死亡也是生啊 我们一般人的概念是不同的 多处都有坎坑的 一般人就是生的概念是什么 生的概念是只有局限于几个地方 这是世界人的看法 小孩生下来 我们也不会说 小孩入胎的那一刻 现在存在于妈妈台里 我们不会说小孩生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逻辑不同的地方 那以完全是概念 正确的概念 道理上来就推理的话 小孩生下来也是生 偷生到慢慢的肚子里也生 怎么生 生的方式吃地不一样的 都是生是一样的 原因是什么 依靠其他的因素培养出来 这个叫做生 好 那我们不正常的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我们佛教平常有的 非时间死亡 非时死亡 非正常死亡 就是类似这样 好 那我们就是被人家杀死的 不是正常死的 不是自然死的 知道吧 好 好 那我们所有的欲界的人 得病之后 所以无法救药 那就终于就死亡的那一刻 我们以为是自然死 或者是非正常 正常死亡 知道吧 这不是啊 死者是自己 谁杀 谁杀害你 谁杀死你 我们简单来讲 被击毙 杀死我了 击毙是你吗 不是啊 你得了击毙 你得了击毙 击毙跟我是不一样啊 那被击毙死亡的话 击毙是什么 那我们推理思维的话 那我们可以 总称这个话 戏剧 它是属于戏剧的部分 那戏剧的话 爱 恶的 或者善的 都有 那如果好的话 对身体需要 那身体 有伤害的戏剧的话 就是叫做 称它为击毙 毙 毙 这个击毙是如何形成 我们寻找它的毙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 形成这个疾病 实际上来讲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是被 击毙 杀死我了 那人家被人家 用刀子来刺杀你的时候 不是自然死亡 我们被戏剧 无数的戏剧 来攻击你 伤害你的时候 我们就自然死亡 那这个是 逻辑上通吗 中光就是中间的 不是偏颇的 不偏颇 不偏颇 不偏颇任何一番 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被人家杀死也好 被动物咬死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叫做不自然死亡 知道吧 那就是交通事故也好 飞机掉下来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 炸药炸死也好 不管是什么样 这个由于其他的因素来 就是让你死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 一模一样的 我们都是被疾病杀死的 那另外一个叫做自然 一模一样的不自然 有什么区别 没有啊 一样 世界的概念 都是一个仇向 那就是运装 没有实际的情况 就是抓不住他们 这是讲一讲空中 有一点感受 知道不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你以为是哦 这个是什么样的 冲动到尾就是习以为 一场戒不惯不惯的概念 对 所以我们就是 简单来讲的话 学佛本身就是我们追查 遵循真实的情况 就是个真实情况 那我们众生就是 完全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好 那再来 三十三天 那再来 道理天 这个也是预解的 那所以我们平常讲 虚明山就是中间 四大部州 小州 十二个小州都围绕着 知道吧 还有我跟你们讲一个 就是一些的说法 我们南州不州的 我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 天空是什么 颜色是什么 蓝色 海的蓝色 蓝色嘛 圆什么 一定要讲的原因啊 这个奇怪 为什么蓝色啊 事情讲说 虚明山四番的颜色不一样的 虚明山的蓝番的颜色是蓝色的 它是琉璃的本质 琉璃的本质是什么 它本身是一个蓝色的 虚明山的这个蓝色 所以呢 光线就是互相照射到 虚明山的蓝番 这个光的影响天空之蓝的 谁是蓝的 其实这个是 有点神话的感觉了 但是 以我个人的看法的话 我也确实以前学习的时候 自己想 也许是这样的 后来就是 尊者也讲过了 他相信虚明山 但是不相信 是亲所受的这个虚明山 知道吧 对 我们也现在就是经过了 那么长时间研究了之后 其实我个人也是不太相信虚明山 是亲所受的 虚明山存不存在 当然也存在 那虚 那个世亲所受的这样的存在 这是有点不太相信的 但是个人 相不相信个人的问题 好 原因是怎么弄 不大奢合 这个 逻辑上来叫不大奢合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南庄部州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那虚明山中间的话 东盛深州 百居柳州 新牛猴州四州 这个中间 那他海上 这个就是 海上它就是多少的显示出来 它就是四千巡或者什么什么 它说有点忘记了 它说有点忘记了 那海下有多少 这些还有狂动 常动 都是它就是一讲 所以这些都是 反正就是这样的 那你们也可不可以信不信你们 反正就是我们谈一谈四千怎么说的 这是你信南庄部州 或那个 虚明山 不信虚明山 对我们自己来讲 没有什么损失 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南庄部 那个虚明山存在不存在 跟我们有什么太大的关心的 就是这个 好 好 道立天王 那第四地的话 四地菩萨 头生 李济天 好 李济天有的时候夜谋天王 对 那第五五地者 头生 多率天 这个多率天 这个多率天 平常我们讲的 迷勒 吃吃迷勒著作的 这个多率天不是 这个多率天是 三界当中的多率天 他不是一个 尽头 不是 名字是一样的 多率天 那有的时候洗走天王 好 第六地者 偷生 乐化天王 那七地者 偷生 他化自在天王 第八地者 偷生 小千世界之主 大发天王 那第九地偷生 少千世界之主 大发天王 第十地者 偷生 唯一 通至色旧 至天子 大自在天的缘故 那反正就是 这个就是三界当中 主要的就是 无色界之外 以上说的 你们看看 中文里面讲的 刚才讲的 欲界跟色界 色界有十七天嘛 色界色界十七天 还有就是那个 色旧祭天的话 色界的最高的 十禅 第十禅有就是一个八处嘛 八处里面就是最后的最高的就是 色旧祭天 那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投身 欲界的 欲界的天 做了一个欲界 各种的各处的欲界天的天王 再来投身色界 色界也就是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四禅的各个的就是天王 他有这样的投身的能力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 反正就是这样子算算看看吧 断出所断的方式的差别 那重点这个地方 断出所断的方式的差别是什么呢 那第一个借所断 借断的 建道的借断当中 第一 第一 断出 好 110个 二种的借所断的烦恼战 还有断出 108种的借所断的 所制战 那你看这个是 那我们要去那个 救济涅槃国的时候 然后 要准备的一些的 潜艇艺术 前面我们 打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才能够断出烦恼战 还有 能断出所制战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之前讲过了 建道的时候 我们总称来讲的话 能断出偏激烦恼 或者是能断出偏激的所制战 那所谓的偏激的烦恼战 跟偏激的所制战 那是什么呢 再来讲的 建道当下 菩萨见到出地菩萨 见到的当下 能断出的偏激的烦恼的话 可以算112种 所制战的话 100里8 这些都是偏激的部分 偏激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 下面可以分类 还有详细的讲 没什么问题的 好 第一个是 偏激烦恼110种 戒手段 那100里8种的 戒手段的所制战 这些都是 菩萨见到的 当下能断出的 好 其实这个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我们 一定要这样想 哎呦 这些的102种的烦恼战 还有108种的所制战 那建道的大家能断出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断出 知道吧 好 我 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现在 初周头有这种说法 我也看到很多网络上的这种说法 他们讲什么呢 你们今生放心 明年 下一辈子 我和你们一起去净土 大家都很开心啊 哇 下一辈子上师带领我们去净土 知道吧 说这种的上师 绝对不靠谱的 真实上师的话 他就老老实实的告诉你 情况 知道吧 好 那为什么我们等到下一辈子 如果我学生的话 我一定会这样的讲 上师 为什么我们等待下一辈子啊 你今生就把我们待到净土去嘛 今生不能 原因是什么呢 今生你们就知道啊 对 又就是推下 对 福报不够 那是这样的 那今生福报不够 一下子就死了以后呢 你为什么福报够啊 这个福报是从哪来的 好 第二个 比如说 镜头是什么 镜头是清净有漏法的岔头 知道吧 清净有漏法的岔头是什么 业余烦恼导导致所产生的 有漏的法不存在的话 这个地方叫做镜头 插头 第一个我们要谈到 谈究的 知道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有了称慧 好 贪心 称慧 忌 这些的话 还有称慧的话一定是 不论是谁 他有称慧的话一定是恶的 知道吧 烦恼不一定是恶 对 那所以恶就是这个 好 那再来 那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有漏的欲 那清静 那清静 清静这样的一个 有漏的话 这个叫做一个清静的岔头 就这个 好 那我们今天充满了烦恼 知道吧 有称慧啊 贪心啊 你尤其是今生一直存在 即将死亡的那一刻 你的称慧就消失了吗 不会吧 称慧依然存在啊 那你相续具有这样的称慧 怎么能够 人家把你带到尽头去呢 就不合逻辑在这地方了 那它自然消失也不行了 它一定要有正确的对质来对质 休息的妖道在这地方 核心在这地方嘛 那我们自己努力的话 会不会消解消除 澄惠烦恼的话 这个肯定会的 这个有合乎逻辑的 佛讲的 简单地告诉大家 他说的 烦恼 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 知道吧 它中间无耳就形成了一个 本来就是本有的心事 心事绝对不是 烦恼是中间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思想 把因素加起来 短暂性地产生了一些的烦恼 它不是永和性的 它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平常佛唐道就说 烦恼就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 客乘染污 这非常有趣的 客乘染污的意思是什么呢 客就是旅客 旅客 旅客不一定 他不是永远待在这里 他也许偶尔来 偶尔走 所以他不定性的 所以呢 所知战跟烦恼战 佛就是称他为客乘染污 他客乘染污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后盾没有正确的一个概念 那种正确道理的基础 没有见谅的一个基础 所以他忽畜乱象形成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也道理的 我取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们从小到现在 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思维探讨 第二个加上我们就是今生的经历 或者自己概念思想上哪里有不脱 哪里有缺陷 哪里有过坏 这些都是我们刻意思想 好 那比如说 我们容易消失 容易消失的一些概念的话 这件事我给你们讲过一些举例 先我给你们容易懂的 易懂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 梦是看到了 昨天晚上你做梦 跟谁一起去 跟谁聊天 跟谁吵架 跟谁享受什么什么的 反正就不管是怎么样 每个人都梦中我们出现了 这种梦是他梦到了一个吃大餐 知道吧 那你吃大餐的这个当下的梦 梦是的话 你做梦的当下 你绝对不知道它是一个虚假的 你绝对不知道它是一个做梦 什么时候知道呢 行过来马上就知道了 这个是做梦的 这个是做梦的 知道吧 行过来之后 你知道了之后 你不会在意的 这个是梦 只是梦而已 这不是真实的 你不会在意的时候 它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 虽然你就是 也许往年的时候 也是记得小的时候 这个 那个比较 敏感的一些的梦的话 比如说你梦里 种乐透 这是很刺激的 知道吧 种乐透的话 就心里比较刺激了 就是你就是 差不多八十大岁 或者是九十大岁的时候 你也不会忘记的 但是你不会 堂主不会在意的 原因是什么呢 你已经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实的 对 那如果你没有行过来 继续睡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颠倒的概念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梦是 种乐透 认为种乐透的 这个认知是 容易消失的 原生 不是它 原本无始以来 拥有的一个心态 这是中间 由于什么样的因素 导致它 偶尔形成的一个概念 它容易就是消失了 这是我容易懂的一个举例 那以后就是我们 你们也看到 相关庄严论的 即将我们要上课的地方 总性 知道吧 如来藏 还有就是众生的总性 那时候 保性论当中提到的 佛 如来经当中提到的 这些的道理 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他们如何去讲 做生都有如来藏 他们不是说 我觉得 我认为有 绝对不会这样的 这个是过去我们 传承 传承的这个 伟大的上师当中 他们的 反正就是一个习惯性 绝对不会说 我认为 我觉得 我认为 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知道吧 他们说 就是这个 原因是什么 我给你看 它的道理在这里 这是重点 史修也好 我透过史修了 所得到的成果 这个成果 是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经得起一切的考验 它有道理的 它的道理是什么 它的道理摆在我们的眼前 那我们众生是什么呢 可怜 这么好的道理跟证据 都摆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 我们一直遮病 遮掩 我不看 我只是喜欢听我的 不需要付出代价的 知道吧 那就比较容易得到的一些 我好方生 我最喜欢的 那就没办法 在一个论诀当中提到的 龙王来 轻降 那个大鱼 然后 腐烂的种子不会发芽 就是这个 其实龙王也是很能力 有能力的 很厉害的 他勤降雨 由他来勤降雨的时候 他主要的就 有的超过滑 对不对 他勤降雨的 但是腐烂的种子 永远不会发芽 那一模一样的 这么殊胜的过去的大成就者 还有化身 导致是像蒙尼佛 将来再来就是龙素 那我们印度大成就者 朗章部中的专业 知道吧 十七成就者 他们就作作的论点 内容 这个叫做一个世间的宝 但是很多人不以为 放在另外一个 隔开来 放在另外一边 那追求的是谁才到达的话 那人家每个人都手上有个杆子 钓鱼的那个 知道吧 那想要骗的人容易骗得到啊 你需要这个 我会讲这个 知道吧 这些不真实不合逻辑的 让人家喜欢的那种话 我们会不会讲 会讲 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不敢讲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也是活几天啊 几年啊 知道吧 我们都是跟着业力走 确实我们不敢讲 不适时的话 不适时的话 就是想要讲治理的时候 如果我们推下去 不敢讲 就这个 那很多人就是 不少的人 就不管怎么样 还是讲得出来 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工作 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过嘛 如果你想要入道的话 一定要串习处理心 而且你不仅是入道 你想要入菩萨道的话 一定要串习菩提心 大北心和菩提心 如果你想要得到菩萨圣旨的地位的话 一定要修空这界 大北心菩提心 知道吧 一开始修这两道 这两道走够圆满 转移到加息道 加息道的当下 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能力 开始我们削弱了一些的实质 陷息的部分 那再来转移到尖道的时候 那开始就斩断了若干的烦恼战跟所持战 一定有具足这样的能力嘛 这样的话 偏激烦恼战有多少 这里数的算的就是一百一十二 所持战的话一百一八种 这样的分出来 好 那很有趣的 你们看下面 下面 那再来 作为剑所断的烦恼战有一百一十二种 因为有作为第一个 欲界地所设的四十种 剑所断烦恼战 第二 善界地 这个善界地就是色界无色界 一起加起来 善界地就是色界无色界加起来 好 色界跟无色界地的所设的 七十二种 借出断烦恼战的缘故 那这样的结合起来 有没有一百一十二 有吗 好 那这样的怎么分呢 那后面就会出现了 第一个 成立第一儒下 那我们讲 成立第一儒下 因为有作为 借出段的欲界地所设的 欲界地所设的 第一个 十足苦地借出段的分 你看四地 依靠四地分的 之前我跟你们讲的就是说 八人八智都是依靠四地而分的 那你看八苦八人都是 八人八苦八人八智 对 八人八智都是依靠四地而分的 这个时候我们对峙 这个时候我们对峙嘛 比如说八人是什么 八种的无间道 八智是八种的解脱道 知道吧 那他所断的也依靠四地来分的 那四地怎么分的 第一个 第一个 苦借出段 这个苦地嘛 依靠苦地而借出段的分十种 第二个 依靠几地而借出段烦恼 一模一样的十种 那灭地借出段烦恼 又就是十种 借出段 那借出段 这个是见到 这个是见到 我们不是那个 道 道地借出段的烦恼战 有十种 那四个 各有十个分的话 四十吧 就很好啊 那这样的十种怎么分呢 那我们接下来 他慢慢慢慢就分的 那慢慢看一下 这样的人比较知道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请问刚刚您说 那个 那个都帅天 不是他们所说的 弥勒菩萨所住的地方 那他住哪边 那弥勒菩萨是哪个地方 不是 这个都帅天的设计 那个欲戒的 欲戒的都帅天 这个是属于欲戒的 对 刚刚欲戒不是指到 那个三帝那边 就后面四季开出就不行 这个不用 那个三四季 它只是讲一手的方式而已 它不需要这样的 我们注意说 三帝四季跟欲戒的什么 色戒的这样的搭配起来 你就是容易有出错的 这不用看 你就是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欲戒的天有多少 那色戒 分类有四场嘛 各有 前面各有三三 四场有分类八 这些都是去了解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四地 每个苦地也有十种 那几地也有十种 灭地也有十种 灭地十种 总共有 那四十 好 那第一次例如是 第一个 因为由作为他的贪欲 那欲戒地所赦的贪心 欲戒地所赦的称慧 欲戒地所赦的傲慢 欲戒地所赦的仰乌无名 那再来同样的 仰乌有欲 幻聚戒 这个幻聚戒的话 它是撒迦也戒 那有的时候说有声戒 好 那再来写戒 编指戒 戒就戒 戒取戒 戒记取戒 的缘故 好 那这里面说什么呢 无戒跟无非戒烦恼 就是这个意思 平常我们分 无戒跟非无戒 非戒烦恼 五戒跟五种非戒烦恼 就是这个分类就是刚才讲的 好 比如说 撒迦也戒 写戒 编指戒 戒取戒 戒取戒 戒记取戒 这五种就是叫做五种的戒 五戒 贪心 贪心 诚慧 傲慢 人无弥 人无犹豫 这五个就是 五种非戒烦恼 比如说 欲戒苦地的话 这个苦地是欲戒苦手段 比如说苦地的话 那业余烦恼导导致所产生 欲戒有漏的孕 有多少呢 大体是人 欲戒的人 欲戒的天 恶鬼道 欲戒的畜生 地狱 还有欲戒的天人 等等 四大天王 这些都是欲戒天 所有我们的人也好 天也好 畜生也好 我们现在拥有的身体也好 我们的感受都是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 都是一个苦地的部分 苦地的部分 那他 他刚才意思上说的欲戒地所舍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有过去的大城市 他们也有一些的讨论 各种的说法 反正就是比较奢合的 大概就是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讲的话 这样比较奢合的 他说 语言它产生了欲戒的烦恼 知道吧 那产生欲戒的烦恼的时候 就烦恼 就增长 这样的法的话 它就是叫做欲戒地所舍 任何的法 语言它而烦恼 欲戒的烦恼增长的话 知道吧 这个叫做欲戒地所舍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举个第一个 欲戒的贪心嘛 第一个是贪心 贪心就是 它主要的就是 语言各种的苦地而来的 各种苦地而来的嘛 那比如说 这个贪心的话 那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现在 语言自己的五蕴 而产生了贪心 知道吧 那我们个人的五蕴是什么呢 五蕴就是苦地 苦地当中 它是欲戒的苦地吗 上一戒的苦地的话 我们的五蕴是 色欲戒的苦地 知道吧 我们自己身体是欲戒的啊 不是色戒的身体嘛 那我们身体就是 所谓是欲戒的身体 又是欲戒的苦地 知道吧 那我们圆自己的身体 产生了贪心的时候 这个贪心是变成为 欲戒地所设的贪心 它主要的所圆是欲戒地的 知道吧 它为什么欲戒地呢 因为欲戒的烦恼 要圆它的时候就会增长 所以它是欲戒地所设的 就是这个意思 欲戒地所设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再来讲 比如说财神的原因 我们现在欲戒的人 我们在内心财神的一种贪婪之息的话 它财神的主要的烦恼的所缘 几乎都是欲戒的法 所谓是欲戒的法 知道吧 那以心理学的逻辑角度来看的话 欲戒的人看不到色戒的法 看不到色戒的触手 色戒的受用 色戒也看不到的 我们只能看到的就是欲戒的 那欲戒当中 我们平常过度去执着自己的身体 生命 或者过度去自己的触手 受用等等 那我们执着的对境 都是所谓是欲戒的 欲戒的法 所以它就是欲戒地所设的烦恼的原因 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来它为什么叫做苦手断 知道吧 当然是苦手断 这个我们个人 我们欲戒的苦地有关系的 我刚才讲的 我们在内心圆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的感受 圆自己的身体 而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弹性的话 这个弹性本来就是它 本来就是它这个烦恼 烦恼的话它属于是色戒的吗 不可能的 色戒的天不会产生这样的烦恼 那五色戒的天的烦恼吗 不是 这是欲戒人的烦恼 那欲戒人的烦恼的话 它执着谁 执着就是它的所缘 那它的所缘 它的所缘是什么呢 什么都有 身体也有 自己的五欲也有 自己的生活也有 那自己的享受也有 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属于是欲戒的法 就是这个意思 那它欲戒法的主要的原因 欲戒的烦恼缘它而增长 就这个 那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比如说天界 色戒的一个天人的话 他会羡慕我们的生活吗 这是你们知道吧 色戒的 色戒天的话 他不会羡慕我们的生活 你知道吧 你们遇见的人不算什么 你们好可怜啊 知道吧 生命很短啊 我们从生命的长短的 长短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比你长几千倍长的 知道吧 今天真的 那所以我们的生命 就是比你的生命长得多的 所以生命的长短的方面来讲呢 我不会羡慕你的 好 那你过生活当中也是 那产生了很多的痛苦啊 知道吧 这个是明显的出糟的痛苦 天界色戒的天根本没有的 知道吧 疾病啊 饿肚子啊 这些都是色戒的天 不会有的 原因是什么呢 色戒十七天的天都是化身的 它们不是台身的 它们是化身的 化身就是那个 从天空就是 化现出彩虹一样的 它不需要透过什么 什么头身啊 什么入胎啊 不需要的 知道吧 所以呢 色戒十七天的身体都是 不是跟我们一样的 但是它们也是有漏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业余烦恼导致 所产生的一个有漏的孕 但是它不会疾病的 它什么时候 它晚行所累积的一些的阅历 福报 用尽的那一刻 它就是缓慢 慢慢就是旧的 身上又出了各种的臭味 这个是序号是什么 它已经用尽了 晚行所累积的福慧和质量 现在它用尽了它的结果 那就是即将就离开了 除了这个之外 它今生就不会得病了 原因是什么呢 得病是我们欲见的 众生的身体才有的 就是我们是抬身嘛 对 所以色戒十七天 它们不会执着于我们任何欲见的法 不会执着我们的身体 又不会执着我们的受用 又不会执着我们的促手 这样的话 天人心里会不会产生原意见的法 产生了烦恼呢 不会的 这个逻辑道理吧 合理啊 比如说我们九个类子来讲 这是以人性的角度来推理比较好的 比如说我戴了一个老律师手表 差不多几千万几百万的 好 你戴了一个iPhone手机 一万多块 知道吧 那我戴了一个老律师的一个 这样的话 你看到别人戴了一个iPhone手机 那个iPhone手表的话 会不会羡慕他的手表 这自然不会的 原因是什么他自己知道啊 我的手表比你的手表的话 完全几千倍啊 我的可贵 我怎么能够羡慕你啊 这本身是一个心理的作用 是吧 因此呢 刚才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宝马车 或者是一个炮车 一千万的价钱的那个 开了一个这样的车子 你今天开了一个Mazda 我会羡慕你的车子吗 不会吧 自然就不会 这个是以心理学的逻辑来讲的话 绝对不会的 好 开宝石解的人是谁啊 色剑十几天 我们开马车 或者开Mazda或者Toyota的人 是谁啊 遇见的人 所以根本他们不会羡慕我们 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促所方面的话 我们都是吃的就是外在的物质 添加物品 不自然 拉肚子 腹泻 每天都高来高去 知道吗 那里有问题 这里有问题 反正就是外在的物质 跟内在的解释都是不干净嘛 污染嘛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不吃一天会饿死 那如果你不吃一个礼拜的话 你几乎都去 去救救耶路啊 借老王 不行啊 那色剑十几天的人的话 善儿戒人的话 尤其是五色剑更不用说 它没有身体嘛 那色剑十几天的话 虽然有身体 它是化身 它的受用就是不需要靠外在的物质 养 养育自己的身体 他们只是虐在的 商谋地安置的力量 它就身体不会整体的一个问题存在 而且是不会有生病的问题存在的 那这种的一个享受生活者来讲的话 它不会羡慕我们的生活 知道吧 好 那凑少的话更不用说嘛 那么这样的以罗匠的角度来去看的话 这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欲戒地所奢侈的 或者是欲戒地所奢侈的苦地 原它产生了一些的贪主的话 这个贪主属于是 所原是苦地 欲戒的苦地 原它而产生了贪心 这个贪心是叫做枯所断 知道吧 枯所断的原因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好 但说的时候 我们就是之前讲的 无间道跟解脱道的分类的时候 第一个是我们分八人八苦 知道吧 八人八苦是什么呢 欲戒的四个八人 跟上恶戒加起来八人四人 总共有八人无间道 八人是无间道 每一个无间道 以生出来的解脱道的话 有八种 什么呢 欲戒的八种 四种 善恶戒总共有四种 这样的八字 那断除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个我刚才讲的 对 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苦人 苦人 苦致 欲戒苦人 善恶戒苦人 就是有这样的称呼了 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 但是没有问题 以后慢慢就可以出现了 我们就理解的 那以逻辑的角度来去思维 这样的比较好 那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你对于自己的生活 对于自己的身体 强烈的执着 产生了一个执着的话 这个执着叫什么 贪心 贪心它主要的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呢 那居身住院 它的住院很多各种各样 不一定的 主要的它的所缘是 欲戒的苦地 任何一个欲戒的苦地 比如说我们 对自己的身体 产生了贪心 这个是你的身体 是所谓是欲戒的苦地 你对于自己的感受 产生了贪心的话 也是你的感受 是所谓是欲戒的苦地 那你对于自己的生命 贪心的话 又你的生命是属于欲戒的法 这个都对呀 苦地嘛 缘任何一个苦地 欲戒的苦地 而产生的烦恼 所以它就是叫做苦手段 到底到底在这个 好 那断除的时候 怎么去断除呢 比如说枯法日 无间道的话 它就是主要的所缘是 欲戒的苦地 欲戒的苦地 所以它思维地是空的 不是我们反复如想象的那样存在 它是地是空 能独立是空 是是空 这样的思想的时候 你彻底了解它真实的存在 它彻底了解真实存在的时候 它中间不会误会的 不会误会 那不会误会的情况下 你不会产生了贪心 以前拥有的贪心就是 逐渐的就是消失 那剩下的都是逐渐的可以断除 好 第一个 苦地接受到烦恼 这个苦地接受到烦恼有十种 第一个是贪心 贪心就是这样子我们谈的时候 那你们有一点得感受到 知道吧 那第二个是我们不仅仅是这样子 比如说欲戒的 贪心我们的所吃的 所传的 这些都是可以算是一个 你所传的 所吃的 都是所谓是欲戒的法 所以缘他而产生的贪心 叫做所谓是欲戒苦所断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 成慧 那这个更不用说 成慧的话我们就是 成慧怎么产生呢 成慧产生一定有所缘 缘什么而产生成慧 那虽然产生烦恼必须一定有 就是他的聚生作员当中 一定有非礼作与的妄念存在的 但是主要他产生的原因 成慧原因就是 他的所缘几乎都是欲戒的法 我们看到天界的促所身体 所有任何一种 产生成慧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现在欲戒的人 产生成慧的原因是什么呢 都是他的欲戒的法 各种欲戒的法 比如说我们产生的原因的思想的话 成慧产生的思想的话 别人的言语 行为 举止 产生我的成慧 那看到别人的说话 让你不开心 产生成慧出现了 那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行为 不高兴 产生成慧 那我们现在看不到天神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都是欲戒的众生 人 那我们产生成慧的对象 都是欲戒的法 那所以原欲戒的法产生成慧 这个成慧就是 变成被欲戒的所摄持的成慧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好他公平 不只是这个是欲戒的众生 还有色戒也有某些程度上来讲 色戒应该不会有 不是应该 大臣就对他们说 色戒没有成慧 没有 成慧是只有欲戒 众生才有的 色戒无色戒没有成慧的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知道吧 这样的话你就是欲戒的苦手段 欲戒的戒手段 应该等等这样的说的话 你就是马上就知道 哦原来是这个欲戒烦恼 采生的时候一定有意识当中 应该是 你看什么而采生烦恼 老啊 那我们看电影而采生烦恼的话 电影是所谓是欲戒法 没有错啊 对 那平时讲的 没有三谋地或者安置的话 就不会陷起上恶界的烦恼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确实有 我们现在没有安置 没有三谋地的话 我们看不到上恶界的情况 你看不到他上恶界的情况的话 你原他而采生的烦恼是不合的 不合逻辑啊 就确实 对 那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比如说我们就是金色眼睛 好 远远 远方看不到的 远方看不到的一个人 那一般眼睛正常的人 看得到 看不到的一个人 就是金色比较严重的一个人的话 你没办法看到远方的东西 所以远他产生了各种的烦恼是不可能的 知道吧 那你戴了一个眼镜 还有就是望大镜 还有就是那个 什么那个 放眼镜嘛 望眼镜 对 透过望眼镜就看的时候 哇 清楚看到 那才来就开始 哇 那里有那么好的地方 马上就开始执着吧 心里产生弹性的话 那个产生弹性的因素是什么 不仅仅是对镜啊 要由中间望眼镜啊 没有的话你看不到他 你看到他才能产生烦恼 一模一样的 遇见的人 那遇见的人 原色界无色界的 处属身体受用 产生烦恼 谈心是不可能的 那什么时候产生呢 你得到了安止跟三某地 才会献息上二界的烦恼 对 就这个 好 那这个是 反正就是这些的过程 很有趣的 我们产生烦恼的 这个因素也好 它的方式也好 我们可以慢慢讲 慢慢谈一下 今天应该讲到这里吧 所以不要离说痛苦 有点复杂 今天空气不好 好 那我们回现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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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